文章来源 华尔街财金 又有噩耗传来 3月6日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布复告 著名计算机专家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所长 联想控股股费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曾茂潮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4年3月4日22时48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92岁 复告称 曾茂潮是我国计算机词记录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参与并领导了104机 119机 109乙机 109丙机 717机 013机和757机等大 中型计算机的外部设备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制 1984年 被评为首批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988年至2009年 曾茂潮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带任联想董事长 是联想初创并一路发展壮大的重要领导者 推动者和支持者 复告还称 曾茂潮的事实是计算所和联想的巨大损失 也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巨大损失 天眼查显示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 位于北京市 是一家以从事金融业为主的企业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 位于香港 是一家以从事电脑 电脑外围设备和软件为主的企业 联想集团是联想控股旗下公司 其在规模 经营范围上与联想控股有所区别 联想控股除联想集团外 旗下还有神州租车 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基隆服务公司 拉卡拉等 联想集团主营台式电脑 服务器 笔记本电脑 手机 一体机电脑等商品 据了解 1984年 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联想前身 当时公司有12名创始人 计算机所所长曾茂潮接任董事长 计算机所业务处处长王树和担任总经理 副研究员张祖祥和助力研究员柳传志担任副总经理 曾茂潮专注于研究较少管理公司事务 公司具体业务一般有柳传志等人负责 1988年 在柳传志的主导下 香港联想电脑有限公司成立 柳传志担任主席 1989年 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成立 柳传志担任总裁 1994年 在柳传志的支持下 联想成立危机事业部 由杨元庆职长联想PC 同年 柳传志带领联想在香港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 2004年 柳传志辞去联想集团董事长职务 2009年 65岁的柳传志 接任联想控股董事长一职 原董事长曾茂朝卸任 2019年12月 柳传志正式卸任联想控股董事长职务 完成了联想代际传承